罗东镇商业界的一位名人 曾经商场上风光一时 没想到两年前呢 疑似计划性的恶意放高利贷 那么短短的时间之内 吸金高达了12亿 如今公司却一气间倒闭 债权人纷纷上门去讨债 他现在得了癌症 身上没钱 老婆小孩也不见了 庞大的债务让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带着氧气罩神色有些虚肉 他是今年56岁的林文才 曾经风光担任 五街宜南县百货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如今却欠下一批股债 两年前林文才以创办开发建设公司为名 两分力高报酬力为诱因 吸引全台各地投资客慕名而来 短短时间内吸金高达12亿元 6月13号林文才开立的支票陆续跳票 公司一系之间倒闭 这位在权人气炸了 因为一亿两千万元 全部化为乌有 对啊 他是恶意的啊 如果都不好时啊 房子都要买掉了啦 你看大家都没头脑耶 全我们的房子都贷款耶 疑似计划性恶意吸金 现在林文才罹患严正住院 巨额债务还不出来 逼得债权人到医院讨债 16号当天多名黑衣人闯进病房 强行掳走他的妻儿 被迫签下七千万元的本票 妻儿从此不知取向 拿出身上仅存四千多块 强调自己真的一无所有 更否认自己是二亿计划性吸金 不过十二亿元的巨款 债权人吞得下这口气 现在双方只能对付公康 中文新闻林医生高退隆 宜兰采访报导